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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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发酵的复杂情感 据生活在蒙古国的同胞描述 国人走在蒙古国大街上 就像一个异教徒走在伊斯兰国的地盘上 最好不要以任何方式暴露自己的身份 否则麻烦不断 这种仇恨的来源是个历史问题 他们心里一直无法忘记当年的蒙古帝国 一直无法忘记当年整个中国都属于他们 而正是我们汉族人将他们赶到了现在这个地方窝居 多年来日子过得也没什么起色 我们发展的越好 他们心里就扭曲得越严重 态度也就越不友好 当然蒙古国政府在这种仇恨方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会拿这个来做文章 来提高支持率或转移矛盾 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东西基本都是卖给我们的 即便不卖我们卖别人也必须从我们这里借到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 东西要么卖我们要么打我们这里过 那么跟我们搞好关系应该被作为外交的头等大师来抓 但蒙古国政府偏偏就不玩这种正常逻辑 上个月某宗教人士借着某个寺庙的邀请 到蒙古国玩得挺开心 前后去了七八次 这就让我们那出了名好脾气的外交部很不高兴 劝了好几回了对方爱理不理 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有自己的政治底线 当然共同的底线基本都是领土问题 能引起领土问题的关键性人物自然也就成了底线的一部分 这种事的对错与合理性从来都是充满争议的 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做讨论 但是既然底线已经存在 那么挑衅或触碰底线自然就属于自找麻烦的行为 如果对方实在想找麻烦 那就只能满足他们了 其实在我们给蒙古国麻烦之前 他们已经很麻烦了 自打2012年之后 整个世界对矿石的需求量一直在下降 因此供大于求的矿石价格也必然在降 所以蒙古国的外汇收入就越来越少 他们家偏偏是一个虽然穷 但一切商品都要用进口货的韧性国家 当外汇收入降到自己不够花的时候 当初那些贷款就更没法还了 说得直白一点吧 几年前那一波投资是砸到蒙古国自己手里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政府又给作死的蒙古国稍稍添了点小麻烦 那就是从12月开始 每辆过境中国的蒙古国卡车 都被多收了10块钱的过路费 同时根据货物的重量再收一些额外费用 如果车上东西值钱的话 还要交点关税 算下来 每辆满载的卡车每天要多交9000块的通行费 如果你要知道 每天大概有上千辆卡车要过境的话 就会惊奇地发现 这是一笔巨额收入 怪不得有人说 任何产业都比不上收费的产业 反正拦路收费这种事儿 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 这一次用在外人身上 不知道大家心里什么感觉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麻烦笼罩之下 蒙古国政府也积极活动想办法解决麻烦 在国内他们将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 召集到一起 开口管他们借钱 如果借钱有难处 帮忙给自家图特产 找点销路也好 从后来的结果来推测 好像既没借到钱 东西也没推销出去 为什么借不到钱呢 因为人家不看好你的还款能力啊 借钱的原则是 从来不借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 否则利息没多少 本金也丢了 显然蒙古国未来的还钱能力 非常让人怀疑 其次 买他家的东西也很纠结 因为东西不管是空运 路运还是打洞 都得经过中俄两国 走中国路程近 运费低 可是你又不跟人家搞好关系 这个太让买家不放心了 既然这招不管用 不死心的蒙古国政府 又远赴印度求助 印度跟我们的关系比较奇怪 说敌对 似乎严重了 说友好 像是在撒谎 说冷战吧 好像又不准确 反正是暗中较劲 互为竞争对手 所以 蒙古国找上印度 算是找对了人 不过这两年 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 何况印度 充其量 就是一个中农呢 印度总理莫迪 查了查记录 发现 2015年曾经答应过 给蒙古国贷款 十亿美元 只是这事儿 一直拖着没办 于是说 既然你找上门来 那我们继续推进 这十亿美元的贷款问题吧 明眼人都知道 这纯属糊弄人 去年的承诺 今年拿出了再用一次 而且 什么时候落实 完全没个准 能找的人是都找了 能说的话 都说了 该看的脸色也看了 还是没找到什么突破口 蒙古国这一才开始 高调地给我们认错 说自己借用宗教名义 请某人来串门 这事儿做得不对 以后再也不敢了 请求高达贵手之类的 之前 大家伙一度以为 蒙古国在自己债务缠身 日子过不下去的情况下 还错上加错 一定是有大哥在后面撑腰啊 结果最终也没见到什么大哥 站出来帮忙收拾现场 所以蒙古国的做事方式 就特别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而他之后的解决办法 更是错上加错了 打个比方吧 你惹了某个上次生气 不去当面道歉 反而试图找其他同事 和上级的死对头 站在你这边帮你 找了一圈发现 他们要么不帮你 要么不想惹那个人 最后穷途陌路了 你才跑去道歉认错 上司心里一定想打你一个耳光 然后问 你早干嘛去了 所以之后犯错者的命运 究竟会怎样 就看那个上司的度量 和犯错者自身的价值了 当然 态度积极诚恳 说不定也能打动人 蒙古国的实际情况 跟委内瑞拉特别相似 但是还不如委内瑞拉 两家经济结构都偏刻很严重 制造日用百货的轻工业体系 基本没有 所以呢 都是一边卖土特产 一边买日用品 这种单一的经济型结构 非常脆弱和危险 就好比一家老小 都靠一个人领工资养活 一旦这份公司 不能及时打到卡上 那么这一家人的小日子 马上受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有钱人总是有多条 投资渠道和生财之道的原因 渠道越多 就越不容易被其中一个影响 所谓财务状况越稳健 蒙古国的生财之道就非常单一 就是卖点牛羊肉和铁矿石 以及煤炭 这种东西价格一跌 他们全家老小 马上一副 嗷嗷代补的模样 一个持续缺钱花的国家 状况是相似的 能买到的日用品少了 所以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 公务员要涨工资 不然买不起东西 涨工资 钱不够 那就得印钞 流通的钞票多了 迟早导致通货膨胀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只好提高利率 减少货币流通 利率提高 贷款困难 工商业面临倒闭 于是更大的经济危机和衰退 不可避免 蒙古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基本停滞 政府债务已经占到了GDP的80% 而且 最近到期的一笔贷款是2017年的3月份 而这三个月的筹款期并不好过 不但因为这三个月是寒冷的冬天 而且在这三个月里 他们还得继续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所以我们才会说 蒙古国的这个冬天 非常非常的寒冷啊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好 就果单转发吧 如果觉得局势很复杂 就让我来解释给你听 我是局势妹 下期见咯